开始 台龙资本卡迪布部落的边南组青少年 在暑假期间 在巴拉罐的传统聚会所里 学习族语以及各项边南组文化 还有生活样貌 成长班 成长班 南枯拉拉帽业 有吗 也在教母语啊 回家会给人家教母语 对啊 小朋友只能说出简单的族语自我介绍 族语教师认为短短的暑假生活 学习族语效果有限 海逼西仰赖部落知发性的教学 对于学校资源教师的可能停办 也担心原住民文化传承工程会受到影响 如果你的母语不真的落实在家庭里面的话 你学了也是白学啊 从事工艺的资源教师陈进书就认为 学校资源教师的师资配置不应该只有主语方面 其实在手工艺及歌谣方面更应该提升 对于民主教育资源教师计划年底到期 资源教师认为对部落传承民主教育的影响很大 认为政策应该要有延续性 记者Kazofia Kazofia 台东采访报道